5點20分天空還亮著 萬里無雲 也因為如此 所以在今天早上還有晚上的時候 會來的比較冷 但是白天溫度回升上來 這溫度就會有起伏了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晚出門的話 比如說中午前後 可能會覺得沒有像預期的這麼冷 但要特別提醒在今天晚上 入夜之後溫度又開始下降 以台北內湖來說 現在的溫度已經接近了16度 而再過一兩個小時 會降到14 15度左右會很冷 趕快來關心明天的天氣 我是吳宣彤 在明天台中以北 尤其靠近山區的平地 竹苗地區都有可能會出現 10度以下的低溫 甚至逼近8度 而在雲嘉南平原地區 同樣有這樣的極低溫出現 但好在明天的天氣相對比較好 是一個乾冷的天氣形態 趕快來關心這一週的溫度趨勢圖 在禮拜五的清晨冷 但是禮拜五的白天 溫度就會慢慢地回升 禮拜六禮拜一是持續回穩的過程 甚至禮拜日的高溫 有機會來到23度北中南都是 而下禮拜一 下一波的東北季風再度地增強 到時溫度又會下降 以北部地區高溫 到時會只剩下18度 低溫呢 大致是只有15到17度左右 到了下禮拜二 東北季風又再度減弱 溫度又會再為回升 那麼話說回來 我們再說到 在禮拜六的選舉日這一天 的溫度部分呢 雖然是一個逐步回穩的過程 但是在早上的時候 如果你特別早出門 各地還是有可能會出現 14度的低溫 最後我們來看降雨的部分 這幾天都是一個比較乾 比較冷的天氣 所以相對來說是好天氣 到禮拜日之前呢 水氣都偏少 但是還是要特別提醒 在整個東北部地區 偶爾還是會有一些 零星的短暫飄雨出現 但是呢這程度都不會特別的強 降雨訊號也不會特別的猛烈 而且會一直延續到禮拜日 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 下一波的東北季風下來之後 一封面地區 北部東北部 就會開始轉為 有雨的天氣形態 但中南部 依舊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說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